最近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视频在互联网上疯传 一名名叫维克多比马克斯 Victor Marks的武术家 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空手夺枪记录 他的速度快到竟然0.8秒 甚至同时卸掉了手枪的弹架 在视频中维克多先是让助手持手枪对着自己的脑袋 同时失败了用拳掌进攻对方的错误方法引来哄堂大笑 然后又是办了转身蹬腿前踢技术来反击 同样让观众们觉得这样做显得十分愚蠢 接下来他让助手用枪指着自己的眉心 而自己双手下垂交叉 说时迟那时快 维克多瞬间双手向上交叉 抬起双手拍击夺下对手的手枪 同时卸下了手枪弹架 这一切都仅仅在0.8秒里完成 他过去甚至还曾经在众目睽睽之下 演示过一对二的夺枪技术 当时他被两名观众各持一把手枪分别在正面顶住脑袋 后边顶住后腰 他瞬间发力夺下前面的手枪指向背后的持枪人 同时控制背后的手枪在自己的腰间 的确作为一名武术家维克多 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武术背景 他是K初Bdu黑带七段还是柔术黑带七段 据他的网站介绍他还是一名器械专家 国外的很多粉丝们表达了对他的印象 一个粉丝写道 一开始我觉得他拿枪的方式很奇怪 然后我意识到他把弹架也卸出来了 我就想怎么回事 另一个人写道 神奇的维克多 我甚至看不到你的手在动 然后啪的一声 你拿到了武器 第三个人说 这太神奇了 太快了 我甚至眨眼的功夫 他就夺枪成功了 还有人写道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 我们下期见 好 现在我们下期见